HELLO 大家好我是SENENBA 投资市场的效率市场假说 什么意思 股票的价格凭什么你认为它会涨 那又为什么会跌 技术面 筹码面 基本面 消息面 投资人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标准和逻辑 去分析一档股票的合理买进价格 今天这支影片我想先来跟大家聊聊 投资学里面非常重要的理论之一 就是效率市场假说 不过因为这个假说不容易理解 但我又认为它的逻辑很重要 所以这支影片我会用比较慢的步调来跟大家讲 效率市场假说有人说它对 也有人说它错 如果你问我对不对 我会告诉你 股票投资的价格获利报酬 就是从效率市场假说的对和错之间 发生的价格还有时间差产生出来的 这样听起来 有没有觉得我好像在讲什么鬼话 我来解释给大家听 我们先来谈谈什么叫做效率市场假说 效率市场假说也可以叫做有效市场假说 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尤金发马 在1970年代提出来的 它的核心概念就是 如果在证券市场里面 股票的价格在任何时间点 都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公开资讯 那这样的市场就叫做有效市场 而这样的有效市场它存在了三个基本的假设 第一个假设 市场上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 而且每个人都是独立不受别人影响的 第二个假设 市场的讯息都会迅速的被所有投资人知道 而且当消息一出来市场就会立即做出反应 价格的变动完全决定在讯息的公布 第三个假设 没有任何投资人的力量足以单独影响股价的变动 每一档股票的股价都会反映它内在的价值 大家的投资收益应该都趋近于大盘 也就是趋近所有投资人的平均 没有人能够长期打败大盘 OK 依照这三个假设 简单来说在效率市场里面 市场价格就代表商品的实质价值 效率市场假说想表达的就是 没有人可以长期打败大盘 因为商品价格会和它的价值是立即挂钩 所以当下的股价就是这档股票的价值 在价格公平原则的情况下 没有人可以找到价格和价值之间的价差 然后借由这个价差来获利 说的更白话一点就是 没有人会在股市里面捡到便宜 或者是买贵的 因为每个人获得的资讯都是一样的 没有人可以赚到超额的报酬 有了这个假说的观点之后 邮均法马又依照市场效率的性质 提出了三个效率市场的种类 分别是弱势效率市场 半强势效率市场 和强势效率市场 所谓的弱势效率市场 指的就是在这个市场里面的股票 它股价反映的是 过去历史的各种市场消息 所以投资人没有办法再利用 分析过去的股票价格 来去预测未来的股价 而且未来的市场资讯也是不可预测的 所以有就是说 技术分析在弱势效率市场是无效的 但是基本面和内线消息是有效的 而半强势效率市场 股票的价格它反映的是现在所有和公司相关的公开资讯 包含了财务报表 获利预估或者是产业趋势等等 所以投资人没有办法再利用公开资讯来获得股价的报酬 因为市场价格已经反映资讯了 也就是说 如果是半强势效率市场的股票 它不只是技术面分析无效 它连用财务报表的基本面分析都是无效的 可能只剩下内线消息有效了 最后强势效率市场 是指股价它早就已经充分反映 所有已经公开和没有公开的资讯 所以强势效率市场之下 股价跑得比内线消息还快 所以就算投资人有内线消息 他也来不及从中获得价差的报酬 技术分析没有效 基本面分析没有效 内线消息也没有效 听完整个效率市场假说 你应该会发现了 为什么效率市场假说很难是对的 问题就在于它的假设 它说投资人是理性的 独立的 没有办法单独影响股价的 投资讯息要同步公开的 股价要立即反映的 这些条件在大多数时间里面都是和现实违背 投资人是贪婪又恐惧的 怎么可能理性 投资人和别人谈股票 聊得天花乱坠 口莫横飞整天在听投股老师话唬烂 怎么可能独立不受影响 股市里面有大户 有法人 他们就有能力单独影响股价啊 还有 就算投资讯息同步公开 可是很多投资人 他要么看不到 不然就是不看 讯息怎么可能同步到每个投资人 至于股价对于消息的反应 要不要反应 反应要多快 都是取决于控盘者 所以怎么可能立即反应价值 那这样听起来效率市场假说就没有意义啊 不符合现实 这支影片的重点来了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了解效率市场假说对我来讲之所以重要不是它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而是它给我一个判断一档股票的效率标准 这档股票 它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价格 是弱势效率 还是强势效率 甚至有些股票价格 它是几乎不太反映任何消息的非效率市场 而有些股票 它的价格反映的是群众在做梦的强到爆炸的效率市场 所以 我们现在可以慢慢整理出一些结论 把效率市场假说和现实的股票市场做出一些连结 我们就会发现 效率市场的强和弱 大概就可以对应到现实股票当中的热门和冷门 因为热门的股票 它的价格反映效率就越强 反过来 冷门股的市场效率就越弱 回到一开始说的 价差的获利和亏损 就是一档股票在效率的强弱转换之间产生的 钢铁股 原物料 化工材料 本来传统产业就是一种弱势效率市场 可是因为疫情造成产业需求的波动 效率转强了 变成了热门股 它就变成了强势效率市场 疫苗股票为什么还没有赚钱就飙涨 面板股 行运股 为什么明明还这么赚钱就开始跌了 因为这些股票太热门了 热门到市场上反映的不是未来的财报 而是更未来 根本无法准确预知的想象 这些股票是超效率市场 所以你现在就理解了 为什么这只股票的价格不动 为什么这只股票一直涨或一直跌 因为它在不同的效率市场里面 就会有不同的价格反应行为 如果今天这支影片你能完全听懂 恭喜你 你应该不会是韭菜 如果你完全听不懂 我只能提醒你 别放太多钱到股市 要当韭菜不要当最大的那一根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按赞好看分享 期待相见记得要订阅 开启小铃铛 让你第一时间不错 顺利把这次分享 拜拜